视频开始前,想问一下各位的冒险等级多少节呢? 有没有萌新呢?让我看看! 哈喽大家好,我是梁夏! 这期视频是一期关于一些三星使用武器的推荐啦! 给不了解的萌新玩家推荐一下吧! 如果可以的话希望可以点个赞支持一下,硬币还是留给更加专业的吧! 毕竟一个硬币是此经验,转发也无经验! 第一把,黎明神剑,主持条高贵的爆伤,被动提升28%的爆击率。 唯一的痛点就是白质比较低,需要血量高于90才能触发特效。 可以给不掉血的单红剑主C付谁使用,比如后台的阿贝多。 根据我的测试,金物的黎明给灵人的话,居然和金一黑剑差距不大。 这把武器可以作为前几主C所使用过度。 第二把,暗铁剑,全体瓦特仅此一把武器,非常的稀有啊! 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这把武器,满级精通141, 相比铁粉刺少了24点,也是万叶最好用的三星武器了。 可以在黎月的快刀层NPC那里领取。 和四星那把差距不大,容易升级,九期者也是不错的选择呀! 同样给萌星前期给克勤打反应也是可以的。 第三把,弹弓。主持条满级,拥有30%多的暴击率,被动增加普攻和重击伤害的。 适合大多数的弓箭主谁使用,比如弓子、宵弓。 同样的三星武器,唯一的痛点就是白子太低了。 只有354的基础攻击力,非常的少。 第四把,黑鹰枪。主持条是生命值的,也是目前雪牛钟离的毕业武器了。 被动是打史莱姆的时候非常好用。 可以给胡桃去戳史莱姆,伤害是真的高。 第五把,白鹰枪。主持条满级423.4%的暴击率。 被动增加的是普攻伤害加成,非常适合那些普攻输出的长枪角色,比如武神中离啊,领命胡桃。 同时可以给需要缺暴击的前期长枪角色过度使用。 这把武器也是通过礼乐宝箱有概率获取的,比较稀有。 第六把,陶龙英杰堂。主持条是生命值,被动切换新登场角色,提供攻击力加成。 非常的实用啊,一般是给莫娜、巴巴拉、星海携带的。 主谁提升攻击力。 主持条生命值刚好契合一些奶妈所使用,非常不错的一本法器啦。 萌新记得留一个金武的,不要全吃掉了。 防曲弓。主持条是生命值的,被动基本没什么用,但是可以给没有基里弓的迪奥娜。 使用非常不错,增加这个盾量以及奶量。 以及可以给需要生命值的叶狼携带也是不错的选择。 这把武器基本是不需要精炼的,一把就足够了。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呢? 好了,不知道各位心目中的伤心神器是哪一把呢? 可以发在弹幕上吗?让我看看,证明你曾经来过。 希望对各位萌新玩家有所帮助吧? 我是梁夏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,拜拜。